立陶宛被删除掉 中国海关系统中似乎没有这样的国家 11月2日 立陶宛15分钟新闻网的一篇报道引发外界关注 报道援引一家立陶宛木材出口商的话称 中国海关似乎已经把立陶宛从系统中移除 这导致他们的货品无法在华清关 这一消息还得到了立陶宛外交部的证实 立方扬言要寻求欧盟层面协调应对 这家立陶宛木材出口商透露 目前约有300个装有木材的集装箱 装在中国上海港无法清关 由于中国海关报官系统中 已经查不到立陶宛的国家名 因此无法清关货物 其中一些船员还被困在了上海港 这是因为从12月1日起 中国海关的报官系统里 立陶宛这个国家的国名已经被删除了 该出口商还称 这批狱组的货物从立陶宛出发航行了两个月 才抵达中国 他不知道还有多少货品或遭受类似待遇 另外几名中国的代理商告诉他 除上海外 其他港口也存在货物无法清关的问题 根据该出口商的说法 当被问及问题出在哪里时 中国海关给出的解释是 只要有任何证据显示货物与立陶宛有关联 就无法进入中国港口 立陶宛企业家联合会主席说 这给出口商制造了难题 他们无法装运剩余的货物 立陶宛中国贸易协会主席一策称 考虑到中国官方并未宣布对来自立陶宛的货品施加限制 这种情况不排除是内部指示 中国海关限制立陶宛货物的做法合乎逻辑 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有很多 无论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 我们很容易猜到其中的原因 既然立陶宛政府要支持台独 那就必须为此承受代价 本来立陶宛挂名台湾代表处这件事情 中方还是比较忍耐的 仅仅是给予了外交关系降级的温和回应 但接下来立陶宛当局还要在台湾地区建立所谓的代表处 这很显然是没把中方的警告当成一回事 现在双边贸易基本中断的结果只能说是他求垂得垂 不过立陶宛当局倒是很有骨气 立陶宛外交部在证实此事之后随即表示 已经在旧立陶宛企业在中国面临的问题进行讨论 并与涉事企业取得联系 要求他们收集相关限制信息 并提交给欧盟委员会等欧盟上层机构 显然立陶宛这是准备把欧盟搬出来和中国扯皮 就和我们此前所预测的那样 立陶宛敢公开支持台独 站在中国大陆的对立面上 一方面是由美国支持 另一方面其实就是仗着自己欧盟国家的身份 有恥无恐 认为中国会为了中欧关系的大局去迁就 忍让他们 一定要说的话立陶宛当局既猜对了又猜错了 从外交部的反应来看 中方确实不太愿意 因为这件事情引起太大影响 不想因为一两个跳梁小丑影响了中欧贸易 但立陶宛当局也低估了我们的底线 在中方已经给予较为温和的方式做警告之后 他仍然要更进一步 那就别怪中国不客气 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立陶宛的国内经济形势十分严峻 整个国家正深陷通货膨胀的泥潭 据英国卫报一日报道 欧洲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欧元区上个月通胀率充至4.9% 这是自1997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高企的能源价格和进口商品的成本 被认为是通货膨胀激增的主要原因 其中 立陶宛为了应对能源成本急剧上升的危机 在9月中旬宣布供暖价格上涨30% 今年11月 立陶宛通胀率飙升至9.3% 为整个欧元区19个成员国的最高值 更有意思的是 德国也不带立陶宛玩了 11月28日 德国联邦铁路公司日前宣布 德国将新设泛亚货运铁路公司 进一步加强中国和欧洲18国间的贸易联系 其途经路线将绕开立陶宛 也就是说 中国已经将立陶宛踢出中欧班列 而德国新设的泛亚货运铁路公司 也不带立陶宛玩 这对立陶宛来说 其受到的损失将是无法估算的 目前 中欧班列每年有1.2万列列车 从中国各省份出发 途经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这两大中转枢纽 转至德法 再经德法辐射至欧洲各地 原来中国与立陶宛是有直达班列的 中欧班列走加里宁格勒县时 必惊庭立陶宛 通过立陶宛拉近东欧几个小国 与中国的经贸关系 如今 中欧班列过境立陶宛不在京庭 中欧货运班列开通10年了 他将中国欧盟 这两大市场紧紧连接起来 使两大经济体间互通有无 互利共进 双方获利颇多 稳定丰富了中欧经济的发展 可是立陶宛居然不自量力地声称 要在中欧动漫上做手脚 以此来威胁中国 并作为反华的筹码 没想到的是 立陶宛的威胁 不仅令中国不高兴 同时也惹恼了其他欧洲国家 引发了重怒 于是中德俄间达成共识 中欧班列直接绕开立陶宛 把立陶宛踢出局 一周前这件事情还没有那么严重 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吉斯 在华盛顿告诉美副国务卿 自从今年夏天 立陶宛宣布允许台当局 设立所谓的代表处之后 就遭到了中国方面的贸易抵制 每隔一段时间 就有立陶宛企业表示 他们在中国的生意陷入了停滞状态 不过在简单的哭诉之后 兰茨贝尔吉斯再次表态 称立陶宛在此次事件中的最大收获 就是即便受到了经济胁迫 也不代表要放弃外交政策上的独立决定 他还表示短期内 立陶宛虽然会非常痛苦 但是立陶宛会适应这种痛苦 并最终为世界各国提供 抵御经济胁迫压力的模式 但兰茨贝尔吉斯一回去 又换了一个面孔 他谈到大使馆业务中断时 装模作样地表示 中国只是一时生气 两国关系将会好转 他这样判断的依据是 中国以往在国际外交上 时常表现得比较大度 即得饶人畜且饶人 没想到事情变得越来越恶化了 兰茨贝尔吉斯真的是搞笑的外交官了 怪不得立陶宛会如此出格 做出不可思议的事情 作为一名外交官员 居然连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都失准 中国一再地宣称 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容侵犯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的底线 但凡触发这个红线的 中国绝不得饶人畜且饶人 而是致你没商量 其他方面 没有触及中国底线的事 中国可以大度一点 立陶宛要学会与中国打交道的原则 红线不可逾越 否则后果很严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